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或许这就是TikTok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这种独特方法可能会比其他平台产生更大的用户粘性和更长的使用时间 没有追随者粉丝或朋友关系概念的TikTok 显得尤为独特 TikTok的下一步是什么 此前迫于美政府制裁大棒的压力 字节跳动 你就出售TikTok仪式与包括微软、甲骨文、沃尔玛等媒体展开洽谈 售价约在300亿美元 但8月28日 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发布的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截停了字节跳动出售计划 有专家点明这可能涉及TikTok的核心算法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表示 在中国政府介入后 避免全盘出售TikTok美国业务成为字节跳动 与购买方谈判过程中的另一种 选择既保留了中国政府禁止出口的TikTok核心技术 又满足美国政府要求剥离相关业务的要求 但该人士补充称 在围绕TikTok如何出售的诸多选择中 避免全盘出售 只是其中之一 目前仍有很多其他可能性 同时 其表示即使TikTok美国业务没有全面出售 其结果或会涉及对TikTok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组 这可能涉及一笔交易 即TikTok将与一家美国技术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后者将帮助负责保存TikTok数据 并可能持有少量股权 有分析人士指出推荐算法无处不在 虽说这推荐算法的技术原理大致相同 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 但推荐的好不好 还是很有差别的 而且不同场景下的推荐机制不尽相同 因此 一个优秀的商业化推荐 系统需要非常灵活的算法实验平台 可以支持多种算法组合 包括模型结构调整 因为很难有一套通用的模型架构 适用于所有的推荐场景 当然背后的内容与用户的数据积累 也是非常关键的 而TikTok恰恰将所有做到最优化